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最大纸把它放进去 这样它表示说它只会抓十笔资料 抓十笔资料 然后每一次抓回来的资料呢 就是 加上等于 我们的上次抓回来的资料 再累加 i点 它的title 那 好,这样它就会把那个title累加 那如果你要加其他的话 你就可以,比如说 你可以再加其他的 比如说,加一下 一个逗号 好,加一下 里面的discussion 好,那我们 做完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列印看看 好,这十笔的资料会长什么样子 好,那 遇到这个问题表示说 我们还没有安装 好,那我们在这边 安装一下 好,我们还没有安装好这个 好,我们安装一下 好,那如果 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在这边输入 pip install fit parser 这样的话就可以安装好 好,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好,这个我们弄错 这应该是最大值 这边 好,这样就捞回我们要的资料 好 那因为这边应该是要设定最大值 就是10比x 你可以直接输入 或因为我们今天希望的 可以来设定